今次介紹的是Leica M7 Titanium 紀念版 一般人聽到Titanium 其實多數Leica的Titan版本 只是Titanium painted 即是說Titanium倒進鏡身或機身的表面 今次介紹的是Solid Titanium 即是固體的Titanium 包括機頂部份、機殼、按鈕、撥手 而且底蓋都是用Titanium製造的 變成整體的機殼會變得更輕 譬如說這是普通版銀色和Titanium版的M7 只要計算底蓋都會有一定重量的分別 這就是Titanium版的 握上手都感覺到它會較輕 這部Titan版比M3的重量輕了13% 而Titanium是有內磨防刮花的功能 但相對來說在製造時亦會比較難做 比正常的時間多了5倍 與此同時工具的損耗亦相對來說大了很多 這部Leica的M7Titanium版本 紀念是Leica有了M機50周年 從1954年至2004年 這麽巧也是剛剛M7有了兩年 這部Leica的M7Titanium版本 其實分了兩個不同版本 一部是一機三鏡 一部M7Titanium配合一支51.4 AS Picture 以及28mm二光圈AS Picture 還有一支是長焦距的90mm二光圈APO版本 那支出了50套 而這支出了500套 價錢相對來說大約是10萬元左右 因為現在全新的已經是沒有了 只剩下是有二手的 現在這個很好彩 有其中一套可以在這裏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看看這部機 這部機的頂部會黑色 1954至2004 寫著50周年M的系統 以及這部機銷號 剛剛拿正了3000開始 然後尾數是代表第幾部 這個和鏡頭的號碼是一致的 大家的尾數是一致的 這部機銷號碼是一樣的 這部機銷號碼是蠻特別的 你也看到它製造了一個特別的塗層 它是會內磨 和按下去是不會有手指印的 而一般的銀色或其他顏色 其實是容易有這個情況 有手指印的 這部機銷號碼是一個普通的M版 會容易有蠻环的 會刻了 vor小小edes一般 像一般手指的固件 而這一台鐵鐵 beep 的版本 是沒有這個情況的趨型的 我們看回它的後面 後面它也是用了 Solid Titanž 做一千epid 表示手指的充電 這裡可以轉到EV加減 裡面可以轉到ISO選擇多少的數字 譬如我現在選擇100 就代表100 我們看看正面 正面和普通版本大致上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外觀上的Logo 都是用了泰天色 正面的撥手位、按鈕 都是用了泰天的 看完這個簡短的介紹 如果你覺得以後未盡 想知道更多關於這部特別版的M7資料 歡迎你來到尖沙咀的主店 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關於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給我們一個Like 歡迎大家收看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